好 我自從知道自己在幹嘛之後上台就不會緊張 這是真的 以前喔 我是一個台上古人玩台下人騎的人 這真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幹嘛 所以你就一直在模仿別人想要裝酷 想要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唱經典名曲我可以唱高音 然後這個時候我覺得很棒 就會給我一些報應 喔 打不好笑不好 所以呢我不會從那個裡面獲得成就感 直到我說 那我就看一下我自己能力所及到底能做什麼事情 結果 就是今天的一切 就是你可以彈得開心彈得自在 然後每一首歌其實我自己 沒有任何確定的段落 就是我聽到什麼來 到底就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就這樣很爽 就跟你不會遇到每個人都聊一樣的內容一樣 你會根據一些今天的狀況 你想講的話 然後對方可能做什麼事情讓你很感激 你會回應他 你不會要他就是嗨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SOP 這是一個複製貼上 不會嘛 那演出也不會啊 然後我就一直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越覺得心安 然後我每次在看自己的重播的時候覺得說 欸不錯啊我就是要這種感覺 然後後來發現那個相機好像歪掉 然後咧所以為什麼頻道會叫即興人生不是什麼 德狗音樂 德狗教你彈吉他 德狗音樂吉他教師之類的 因為我其實一直沒有很喜歡去教別人 你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沒有你沒那個殼啊 但是你因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你心懷弱骨繼續學習 但同時你不會在那邊做舞揚 不會說 你知道嗎 我唱吉他要怎麼樣 我錄音 我製作 我音樂 我詞曲自己寫 混音製作 錄音 各種配器 鼓自己打 貝斯自己錄 全部由自己來啊 可是你不會因為這種事情去欺負別人 說好厲害喔 你們都不懂 我不會有這種人有病 好不好 我一直覺得是這種人有病 所以我們不能夠成為那種 很討人厭 夠人玩的樣子 大概是這種感覺 然後咧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環境 每一首歌都很令人心安 其實今天來這裡 真的吹到要死 因為 熱情的眼光你會想要回復大家 所以你就會對自己有更高的情緒 這是好事情 但這不是一個藉口說 抱歉我剛走音了 其實 那個只是一個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在表演中 說我剛剛落賽 剛剛失誤 請大家包涵 一是我覺得沒什麼在乎 二是我們準備好 我就正常了嗎 那你用自己的事情來講成別人的 把那個東西變成別人害人 那就錯了吧 對不對 然後以此為秩序 所以每次表演都非常開心 我在台上又超亂來 也很感謝今天 又緣這邊為其所願 要用這種亂來的方式來進行演出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帶來下一首歌 我們承認大家一首溫柔一點的歌 這首歌叫做 就是越南語的媽媽小孩祝你生日快樂 這首歌是亂來的事情 去年的我媽生日那一天 我下午突然臨時期 本來都穿好衣服要去吃飯了 我就突然想要坐下來錄一段東西 然後錄完自己很好 自己覺得這東西超好聽的 我一定要拿它來做一種事情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送給我們最珍貴的家人 然後這首歌樂團 我又覺得心安理得這樣子 真的超好玩的 好,我們是在這首歌畫上 我再給你們好玩的 好,我將會再說一首一首歌 我是在那邊 好,我是在這首歌 你從書記點一首歌 我是在這首歌 我是在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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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這首歌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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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你們知道彈完一首歌最大的獎勵是什麼 就自覺很快樂 這件事情我剛在談的時候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我到底為什麼聊到這邊這樣子的這種感覺 因為有時候就會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時間越久 你就會開始想說奇怪 到底什麼事情可以滿足自己 然後就有一件事情就那麼快樂 永遠坐下去就不會累 對我來說就是 大家想說是音樂對不對 不是音樂 是生活 是一切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我都很快樂 尤其是不用上班的時候會更快樂 然後我自己手沖咖啡沖了四年 原因也沒有別的 就只是單純我好奇說 那咖啡味道到底是什麼 聽大家說很不得了 然後一杯兩三百塊我喝不起 我就自己買了座這樣 然後結果我發現這個道理很相通的是 你自己喝不下去的東西拿出來要賣錢對不對 然後音樂也是 所以我自己彈奏所有的樂器 除了因為經濟上的問題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覺得很好玩 當你一個東西彈下去 你自己覺得很不爽的時候 那你怎麼可能要求別人去做那件事情 要求別人幫你打工 甚至你付錢要他幫你做你的努力 這次反而就很奇怪 這不是跟藝術跟美感是衝突的嗎 還是其實我錯了 其實這兩件事情是應該的 我才是衝突的那一個 我真的很好奇這件事情 然後我後來就寫了一首歌叫做 別忘記了什麼來這裡 這首歌名真的有夠長 我還想不到一個短版的歌名給他 這首歌就在講說 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初衷 我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幾乎還沒有什麼登台演出的經驗 但那個時候我就寫了 因為我知道有一天 可能有時候你會受到一些利益的誘惑 或是什麼心態上的 蠻走偏的之類的 我就覺得先寫這首歌 然後就是 就是同時後來發現這首歌跟身份很有關係 民族 遷徙 族群 我發現哇塞這首歌那麼有生意 然後我想說好那我來改一下歌詞 然後看了一下之後發現我改不了 我好喜歡這個原版的歌詞 然後這是我最大的講義 然後這邊我要來遞詞一下 我很討厭那種人在台上講說什麼 欸觀眾這裡那種不熱情耶 我去哪裡人家歡呼掌聲超大聲 我超討厭這種人 就你如果唱得好人家就會掌聲 然後看到你們很冷靜耶 怎麼都沒有人跳起來 因為你唱得很爛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出事 反正我覺得很開心這樣子 我覺得講這種東西很快樂啊 所以像我剛剛台上每一秒都在即興 就是我沒有在想說 喔這邊我要來秀一下 喔這一段我要來讓你breakdown一下 我要來鋪陳一下 讓你覺得喔喔一個hook 對不對 沒有 I don't care 但就是因為這樣之後每次表演都很chill 很peace peaceful 對 剛剛好像那個不是形容詞 哼 還是這種感覺 所以到目前為止 演了三首歌 我完全很心安 接下來我要做另外一首 就是剛剛講的那一首歌 我現在就非常大高 不要忘記了 有什麼來夠吃 非常非常之一 想要做 一首歌 因為我都會來 要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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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為在小市場 要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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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 無路無倫之間我超想這句話的 就你夠賺錢就不會來乎其他 所以我超討厭講什麼練吉他 練音樂之類 跟我們練吉他講說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你未到什麼未來夠強 我還沒記你未到未來 我還沒東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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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書一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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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超快 我刚不然瞄一下 那首歌还有半首 现在结束了 然后最后一首歌 我刚好压线这样子 五碗歌在单系 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都很讨厌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 我们看不下去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讲一讲就算了 然后我就有一次 就这首歌 第一次不会讲一讲就算了 的事情 我就既然有那么不爽 我来写看看好了 然后写一写 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对外面这个世界 but 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件超快乐的事情 然后这首歌就 不小心得奖 我说哎乱来 这首歌比刚刚的歌词还少 然后这首歌都在弹吉他 我是吉他今天弹爽之后 再把歌词拆进去 然后上了 所以为此我超级感谢那些老师 这边眼光真好 这件事情 希望你们有听到 还没有 每一位当面见过他们这样 他们可能说这首歌有没有了不起吗 但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 第一次得音乐的讲述 这首歌 不完该单系 可以在YouTube上面 那个版权是高庭市文化局的 不是我个人的 但请大家多多支持 这样 这首歌好不好听 我请大家来订队一下 但是 我后来又搞了一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版本出 来讲 真的很开心 好 不完该单系 最后一首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乾杯 我 暖和西南西 你賣好多心意 暖和冷藏的年 味道把握的东西抹去 昂连锅价格里 昂连锅价格里 味道没有昂连锅 昂连锅价格里 味道不抹去 昂连锅价格里 味道不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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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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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